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奶油煎干贝佐芥兰 这次合作社上架的北海道生干贝呢 听说比较大颗 那因为我手上还有的是 去年的就剩下这六颗 所以我今天的晚餐就是把这六颗吃掉 然后这边来教大家做生干贝的料理 我今年为大家设计的又是另外一道楼 这边看到我有蒜头 先用橄榄油 然后再加蒜头 先下去把它炒香 稍微爆香一下 然后火先稍微转大一点 然后把干贝放下去 因为我要把干贝的这一面的肉汁 干贝的汁鱼先锁住 其实这道理跟我们在煎牛排的原理很像 然后我这一面煎两分钟 我放入奶油的时候呢 火就会稍微转小一点咯 因为奶油的溶点比较低 它会比较容易焦掉 这个时候呢蒜头然后再加上奶油 再加上干贝 这个香气真的非常的棒 然后我只有加海盐跟黑胡椒 越简单的东西越美味的东西 就是用越单纯的做法去料理它 两分钟到之后呢 我就翻面了 这一面再煎两分钟 我就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有解冻的 你就大概煎个1.5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它本身已经是软的了 那我的做法是没有解冻的状态之下 下去料理 我比较习惯用这样的方式 干贝呢 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很丰富 因为它高蛋白低脂肪 而且还有矿物质跟脂肪酸 跟我们现代人追求的 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价值呢 这个想法是很接近的 所以它是很健康的食品 不过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不要过量 均衡饮食就好 这边有煎生干贝的秘诀 看一下哦 氛围解冻不解冻 然后我用纸巾擦干水分 然后橄榄油加奶油加蒜头 它就非常创造出 非常不一样的味道 这一块合作社的无盐奶油 是来自纽西兰的草式牛 饲养过程也没有使用抗生素 合成荷膜跟除虫剂 所以这个奶油 它其实味道非常的香 这一次设计的食谱 它的秘诀呢 就在奶油跟蒜头 这两个跟生干贝加起来呢 它的味道就会更美味 大家试试看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